讲到这里我们各位记得上一节课我们所讲到的东西是CO每一个部分它的MO每一个部分的AO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在这个地方我们画了六条线而我画的是三对横线你也可以把它画成六条线 好处是我这样子画的时候你不晓得我是从哪一个鬼域里面连结出去做结合 如果你画六条线我就知道说哪两条线是到这里的 但是因为这样就表现不出来这两个能量是相等而变成nonbounding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画法呢我们一般都还是把它去画成全部都一样固定画成双线的部分 但是各位画图的时候呢要能够画得出每一个图它的这个分子轨运或者group orbital 在这边是group orbital这是py pz不是px这是pz它们这个分解的图形 因为你不画出图形来你不太容易知道它的overlap的这个情形 是不是能够建成bonding好那我们刚刚已经在这里讲过一个是ag一个是b1u 然后ag的部分会形成这个sigma bonding和这个b1u的部分也会跟它形成sigma bonding 但是如果我们考量到simetry虽然相合overlap也可以有 但是energy却不能够相合的话它永久不能够形成bonding 所以刚刚考虑的部分是它的sigma水相合 它的energy还没有考虑 但是它的overlap是可以的而这个地方会形成nibonding 那时候我们要做bonding的时候呢就画出了一高一低的现象 但是那是什么状况呢 那是在这两个能量是很接近的时候 那这两个能量我们说是碳跟氧应该算是比较接近的 但各位看一下它的2s轨域的差余呢 中间隔一个碳已经接近到说可以在134页有列出来 碳的2s-19 氧的2s-32 差别大约是12左右 那我们讲过10到14之间是borderline 所以说它这个地方是一个borderline的形形 意思就是说它有interaction 你要考虑要画出来 可是非常的小 所以呢 一种画法就是把它画出来到nibonding的地步 然后再经过interaction以后做升高降低的动作 如果你要画的话 跟课本上不同的画法的话 就是这个2s跟这个2s会做interaction 然后它会下降一点点 然后这边会上升一点点 然后完毕了以后 你这两个是一高一低的 那总共是三个轨域 你会画出来是这个 这个s轨域的这个地方 这个s轨域上面稍微上升一点点 然后这边的s轨域将来还要再跟ag嘛 还要再跟这边的ag在作用 所以就有点复杂 你得画两层的mo 就是你先做它的interaction以后画出来的mo 再把这个已经升到了这个ag 跟这边ag再画出一个整个mo 那样子画稍微复杂一点 所以比较容易画的方法呢 是直接考虑这个是nibonding的性质 因为它是12eb 大约是14 10到12之间的中间值 所以你就先把它画成两个横线 在这里 先变化成这样 先画成两个横线 它就是表示它是nibonding的character 这个时候你再把这个s orbital跟ag的orbital去形成ag跟ag star 不是ag star 这个sigma star的interaction 那这个图看起来好像是比较短一点 这个上去好像比较高一点 主要是有些课本上面的图形里面考量的 是因为它画分子轨域 所以它这个间隔有的时候不是很准 但在这里其实是有道理的 这个ag呢稍微能够比较短的原因是因为它跟底下的ag呢 会有一个interaction 所以它会有上 它本来是在下降的 它会上升 这个呢就会下降 不过这是后面的那个sp mixing 很类似于sp mixing的一个mode salc 也就是symmetry adapt 这两个ag是symmetry相同的 symmetry adapt linear combination 它就会加起来了以后 它就会升高 它就会降低 正叫linear combination 好 我找一位同学问一下什么叫salc salc请你用定义的方式把它说明一下 第一个先写出它的中文和它的英文 然后再告诉它它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要求出fo的方法 就像salc 没错 请问它的中文是什么 英文是什么 什么线性组合的 linear combination是线性组合 SA是什么 对称相合的线性组合 这是中文 英文叫做symmetry adapt linear combination 中文英文都要会 不会考名词解释 然后还没有好 你没有告诉我它的意义 两个对称相合的AO或者是GO 可以形成可以形成一高一低的线性组合 对线性组合的数学表示法是加与减 它的图形表示方法是 像一身高 对cell 好 现在用你的话再讲一遍 就是会形成一高一低的线性的 不要不要这样的段章曲 你从头讲 sA.L.C.它的说明是什么 你刚刚翻译完了 它的说明是 就是 AO 跟 PO 組成 沒有沒有,對稱相合的 AO 跟 PO 對稱相合的 AO 還有能量相近的 然後組成,可能會組成一高一低的 我們就等於分別的意思 對,就是一高一低是指線型組 線型加乘,線型相解的意思 很好 好,如果我考了這一題的名詞解釋 各位同學一定要會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操作 第一件事情是對稱相合 overlap也可以,可是能量不行 把它直接寫在這個地方,兩個 然後這個地方呢 是線型,這個叫做 symmetry operation可以的 AG 跟這個AG 看一下它這邊一樣 這畫的雖然很小,但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地方 兩個都是白色,兩個都是黑色的東西 像中間這個地方如果最後一個圓圈是白色的話 它是可以形成房頂的 所以在這邊畫出來這個株心 課本上各位看得不比較清楚 這個株心實在沒辦法再變大 因為高度就受到限制 那有了這個高度 有了這個Sigma以後 它有一個Sigma stop在上面 就是兩個顏色不對 然後中間是白色,兩條是黑色的這個 注意到還有這個地方 它寫的是2AG,3AG 然後4AG 1234的原因是因為你在這個地方 如果把ES也換上去的話 它也會有一個高低 然後那邊也有個EAG 然後這個2S所形成的是 第二個AG 這個是PZ所形成的 第三個Sigma是3A 不對,在這裡 兩個PZ跟一個S所形成的是 一個Sigma 也是一個是AG 是第三個AG Antibounding的AG 是第四個AG 中間其他沒有任何AG 所以前面是一個代號 告訴你說 它是第幾個AG 所以同樣的形形 在這邊是第一次出現B1U B2U,B3U OK 那在這個地方 第二次出現B3U跟B2U 那麼這個前面的代號 指它出現的這個 次序從底下往上算 有些課本上面寫1 因為它是從駕電子開始算式 身上無所謂 這是一個標號 老師,那個B1U 前面是2 它底下還有 B1U在哪裡 這底下 B1U在這裡 B1U 底下還會有 底下1S的地方 一個Sigma 一個Sigma star 一個AG 一個B1U 就是1S的軌域 跟這個2S是一樣的 它會形成這兩個 所以它也會形成這兩個 只是代號不同 是1 但是那個會是 會可以 ES 跟這邊的ES 可能離的就更遠了 因為我們看到的 那個軌域的能量 是 ES有沒有寫 是離的很遠的 ES也是離的很遠的 所以應該也是兩個 NUMBING的形態 好 我們剛才講到的Sigma 然後呢 這是對S的Sigma 這是對PZ所形成的Sigma B1U 然後呢 Pi 剩下的Pi呢就是 你看到這三個平行的 這三個網裡面的 這些Pi呢都是相同的 所以是Degenerate Degenerate的話 它是用1去代表的 對不對 2維的東西是1 3個都Degenerate的話 3個都Degenerate是T 但是這裡為什麼我們寫是一個 B3U B2U呢 有沒有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通緝取巧 因為我們原來是一個 Dinfinitive H的 我們說它是D2H 所以 D2H裡面的X跟Z X跟Y是可以分辨的 但實際上它是不能分辨的 因為它是Infinitive X跟Y是在旋轉的 它在任何方向都有的 所以 這兩個是相同的 所以我寫成B2U B3U的原因 是因為我化約成D2H 所以這個圖形是用D2H的方式去講的 實際上的圖形 這個地方是一個 I inInfinitive的一個E 去代表的 好嗎 好 雖然有點複雜 在考試的時候呢 你寫E 或者寫成B2U B3U我都算對 但你做的時候 一定是用D2H去做的嘛 所以你的答案 應該就是B2U跟B3U 好 這個科普人家畫法是相同的 好 各位想想看 你是不是能夠畫得出這個圖形來 第一件事情 是畫出兩個平行的 第二件事情是 AG的Interaction 跟B1U的Interaction 這兩個都是Sigma 為什麼你知道 你看一下圖形 這是三個PZ軸 這個中間是有一個S的軌域形成 這都是Sigma的Bonding 然後Pi的Bonding呢 都是平行的 所以這兩個是Pi的Bonding Pi的Bonding Interaction比較弱一點 所以它在上升以後 這兩個呢 就該再稍微下 它下降這麼多 它就上升這麼多 OK Pi的做完了以後 我們選Long Bonding 然後這邊上面 就已經畫過了 為什麼呢 你畫Sigma這個的時候 它的最高Sigma在這裡 然後你這邊畫的時候呢 它的Sigma呢 也同樣是Sigma 所以它如果比它低 它畫出來的這個方形 就應該比它低 一意思就是說 畫出來的這一組高低 跟這一組高低 是兩個剛好錯開的 好 那這相對位置的Sigma 你都已經畫好 知道了以後 Pi的部分是 它比它的能量再高一些 因此它的Antibonding 就給它低一些 然後在那張Bonding 這就全部畫完了 好 所以 畫完了以後呢 你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AG跟AG 它有SP Mixing 所以呢 這個AG跟AG 這個量 從這裡畫的呢 會上升一點 這個量會下降一點 對於上面這個圖來講 我們可以不要去動它 因為我們畫的時候呢 畫的這個高度 這邊的高度 和這邊升上這個高度 理論上是要一樣的高度 但是在這個地方呢 下降的話 它就會上升一點點 那考試的時候呢 你只要把上面這個圖 畫完了以後 把這兩個圖 再把它擦掉 變成一個下降一點點 B1U 稍微也下降一點點 因為這個B1U 也會有跟它作用 那這個是比較 跟它更接近的 所以Interaction 是比較強一點的 所以它會上升 它會下降 那麼 這裡原來不分裂 變成分裂 是考慮到 Symmetry相合的東西 會產生 類似 這是 SP Mixing的一個 性質的 Linear Combination 一高一低 好 所以CO2的話 還在這裡 要做的次序呢 就像我們剛剛在講的 這件事情 均勵點群 然後線性的話把它縮減 然後中心原子的AO跟LGO呢 這邊就把它求出它的 E-Reducible Relation 這裡LGO呢 在這個地方是指 兩個O orbital的P軌域 跟S軌域 形成的O orbital 那你要用這個CaryTable 去判斷它的對稱性 可以 最差的狀態上 就是你把這個圖畫出來 然後根據CaryTable上面的 對稱元素 一個一個的去找它的 針表 找出針表以後 對應出來它到底是哪一個 E-Reducible Relation 如果你不會用我們那個 投機取角的方法的話 就是用這個方法 投機取角的方法的話 就是看背後上面寫 它像PZ還是PXY 去判斷一下它的 Based Function的那個Area裡面 到底哪一個CaryTable裡面的 E-Reducible Relation 是跟它相合的 好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另外一個 是CO2以外的一個例子 我們是要講水 在講水的時候呢 我們要用它來做一個例子 好 看表上畫的方法呢 是X跟Y和Z 它的坐標就像我配表上畫的這個樣子 那 也可以完全跟這裡一樣的做法 只是不同的是 中間這邊呢 我們寫氧 然後這個地方呢 是兩個氫 兩個S 比這裡容易的多了 沒有這個東西 兩個氫 然後再去做對應 做的方法呢 也是Group Orbital的部分 把那兩個氫 的那兩個圓圈圈 就像是下面這裡一樣 去做出它的圖形來 然後去畫出它的 去找出它的E-Reducible Relation 然後呢 再去畫出這個MO 這個方法呢 各位現在只要是 做得到E-Reducible Relation 做得到Linear Combination 一刀一滴 那大概剩下的只差說 你要沒有 有沒有記得 Energy有沒有相和 然後Symmetry是不是相和 然後Overlap是不是存在 就可以了 但是在這個例子裡面 課本上面還大費周章的講 另外一件事情 叫做Projection Operation Method 這個東西有什麼用處 這個東西是用在說 你找出來的這中間的這個MO 這個MO是由這幾個組成的 這個加成組成 就給你畫出來這個圖形 是怎麼樣用Wave Function的 那個代號去代表 也就是Phi1加Phi2 或者是Phi1-Phi2的這種 數學式的方式 也就是Linear Combination of Atomic Orbital Linear Combination of Atomic Orbital 那有人知道 LC是什麼 Linear Combination Atomic Orbital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呢 MO等於C1 Phi1 將C2 Phi2 這些是AO 這個是分子軌域的基本觀念 也就是我們所有的分子軌域 在中間的這些東西 都是原子軌域的這些原子 不同原子的原子軌域 一個一個加成出來的 加成的時候 兩者如果是同向變成Sigma 是往下降 然後圖形上面的話 下降上升來代表 如果說數學式的話 相加相減 那並不是永遠相加 就一定是低能量的bonding 我們講過Pz的部分 如果說是能量相加的話 這兩者Pz 加上Pz的話 這個能量是 這個 區域是不對稱的 所以它是 其實是Sigma STAR OK 但是在S軌域的話 這兩個相加的話 它是一個Sigma 圓圈圈 這是一個bonding bonding跟三條bonding 並不一定要看它的加跟減 而要看它畫出來的圖形是 in-face還是out-face 好這次的CO2 好我們要解釋一下CO2裡面的bonding的這個 意義 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CO2裡面應該會有幾個見解呢 一個 底下的這個部分是non-bonding 這個部分是Sigma bonding 這個部分是Pi的bonding 在這邊non-bonding 上面是anti-bonding 那在這裡面我們解釋一下 在這個地方的bonding 總共有1 2 3 4 相當於你們以前在畫CO2的時候 兩個Sigma兩個Pi 那在這個地方不同的地方是 這個Sigma的能量並不一樣的一樣 而這個Pi的能量呢是一樣的 然後non-bonding的部分呢 是比較接近於在氧的部分 所以這個non-bonding都是在 所以這個non-bonding都是在 兩個 1 2 3 4 OK 那在這個地方畫起來的話 non-bonding看起來都是在氧上面 而且都是equivalent的 也就是相等的 在這個地方呢 這兩個是相等的 而這個non-bonding 這兩個non-bonding 基本上是在氧的S軌域裡面 所以它其實有一個non-bonding 是在比較靠近原子的核中間 另外一個是比較靠近核的外面 OK 所以他們是這兩個的重疊 形成的看起來是一樣的一個non-bonding 所以說MO跟這個Lewis Structure不同的地方在 Lewis Structure是用混層軌域去看 然後這兩者四位一樣 認為說它是由原子軌域組成混合成 分子軌域的話是由每一個原子軌域一個一個去作用 所以它是比較細 然後你看得到細節的差異 是說在這個地方的non-bonding和這個non-bonding能界其實是不一樣的 這在這裡面你看不出來這兩者的能界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去打這個XPS 那個Photo Electron Spectroscopy的話 你會發現到電子一個一個撥掉一個一個撥掉 它的能界就是像這樣排列的一個圖形 好 HOMO跟LUMO反昇Orbiton我們已經講過了 時間不夠 所以這個部分在PowerPoint上 可能各位同學回去自己練習一下 A3跟B1H2 這個很像是水的部分 只是不同的那是線性 簡單的多 那水的部分呢 我們各位看一下 這個方法就是我黑板上寫的這些步驟 然後用的是C2V 然後第一個是把Group Orbital畫起來 什麼是Group Orbital呢 就是H 兩個H的圓圈圈 根據兩個圓圈圈的這個運作 得到的是這個 Ligand Group Orbital 它的Reducable Representation 也就是現在的紅色的這個γ 把它劃約 劃約的方式各位現在應該都還知道了 對不對 就是 它的極速 四 四分之一 二乘以一乘以一 就算出來B2有幾個 二乘以一乘以一 零乘以一乘以一 二乘以一乘以一 這也算出來就是B1有幾個 然後最後得到它的Linear Combination以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Linear Combination 是什麼樣的圖形的組合 它的結果是A1加B1 OK 我這裡要說明的是 我們在這個地方所選擇的這個 這個坐標系呢 是Z軸這個是不會變的 可是這邊的這個 坐標呢 在這邊我們是選擇XZ平面 也就是說這個方向是這個X的方向 包含的這個分子的表面的是X方向 如果你選的是 包含的表面是Y方向的 也就是說你把這個人轉90度 去做這個圖形做四化 你會發現到你得到的東西是B2 而A1加B2 因為B1是對應的X的部分 所以這個分子是在XZ的平面上 如果把它定義成YZ平面的話 你在解的時候你會解 你這個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就不同 然後解出來會是B2 那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沒有差別 因為你只是把X跟Y的那個坐標做相反 然後所以你看不同的課本上 或者講義上會解出來 答案稍微有點不同 有些是A1加B1 有些是A1加B2 那我們以課本上為準 課程上是A1加B2 以這裡的方式 剛剛已經算出來 Ireducible representation以後 就可以做EMO了 但它在這裡還多加了 這個projection operation 但我現在列續不講 我們先看看 它得到了這個A1加B1以後 它做的事情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圖示法 為什麼 我們要用圖示法去看出 還有有沒有 overlap 那圖示的方法 各位已經看得到上面的這個 所有的group orbital 跟底下的原子軌域 它各自的A1B1 也就是它的Symbol 是怎麼得到的 這我們剛剛上級 可以講過了 然後呢 你就看哪一些是相合的 Symbol相合 然後當然還要考慮能量接不接近 先看Symbol相不相合 然後再找Symbol相合的 去把它做MO 得到這個MO 你看一下圖形 在這個地方 S 它可以不把它分成兩個 分成兩個的話 你就知道它是A1作用的 還是B1作用的 那 所以它是先把它分成以後 再去來作用 那 如果說 我看這邊是O跟H O跟H的能量來講的話 S的能量是非常差的很遠的 所以可以知道說 它是幾乎沒有overlap的 那這個地方 但是跟A1 跟A1 還有interaction會下降 等一下 我講了對不對 我們查一下 氧跟氫的 ES 2S 差別是多少 氧的2S是-32 氫的ES是-13 所以差了大約將近19左右 所以應該不interaction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是non-bounding以後 再去做linear combination A1跟A1的這個作用 才能下降 那 這邊呢 A1跟B1 和這個地方的A1 B1可以作用 在這個地方呢 PX PY PZ各自是代表什麼東西呢 我們在剛才的這個圖形裡面 如果看得到的話 在Oxine Orbital裡面 它有 有A1 有兩個A1 一個是S跟PZ 有個 PX的B1 還有B2 注意到B2這個地方 沒有跟它上面的對應 如果你現在是用 XY 不 用YZ平面去做的話 就會剛好相反 B2會有作用 而B1沒有作用 所以你的long pair 到底是寫成B1 B2是取決於你的座標系 不過 先看這裡 這幾個是可以作用的 這個是沒有作用的 那這幾個作用的呢 一個會形成Sigma Bound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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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會形成PiBound 特別要講明的這個地方 是這個B2的這個地方 各位如果看一下它的這個能量 這個兩個的能量是非常相近的 OK 然後它們的Symmetry呢 B2 跟這邊也 這邊是B2 好 B2是沒有overlap B1是有overlap 因為沒有overlap 所以直接劃過來 B2的部分 B2的部分 B1的部分呢 是可以有interaction的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B1 這邊有一個B1 它下降的比較多 上升的就會比較多 然後剩下的是A1 A1下降的比較少 上升的就比較少 然後最後在這個地方 Nombounding這個部分呢 跟A1在做interaction 再往下降 這個再上升一點點 這個圖形就結束了 最後的就是填電子 好 陽 我們是從2S開始算起 所以它的架電子 總共有幾個 有六個 那麼 氫 有兩個氫 所以是兩個電子 加起來是八個電子 一二三四 二四的八 填到這裡就結束了 所以這就是水的MO 畫的方法是剛剛一模一樣的方式 各位回去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再講一下 什麼叫做 projection operation 它就是用 linear combination的方式 去表示我們的 molecular orbital 在這個地方呢 第一個MO 也就是A1最低的這個Sigma 是由 是由 這是水 水的話是氧的2S 加上氫的 兩個氫的 加起來的組合 成為它一個係數 然後呢 第二個是 減的 然後再加上 氧的P X的部分跟它連結 像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是一個 atomic orbital 結合出來的 這個 這個MO 或者這個MO 它是 哪一些linear combination呢 做的方法是什麼方法呢 我們用 蛋去做例子 但 阿摩尼亞呢 它是 中間這邊的Z 是一個C3V的 operation 然後 如果我們把這個 三個氫呢 畫入去了以後 會得到了 這樣子 reduceable representation 然後畫 畫約以後 會得到A1加1 A1加1 A1加1 要畫圖形的時候呢 比較難畫 而且 projection OK 那 A1加1的部分呢 就是 Z軸 就是 蛋的Z軸 跟這個 氫 可以overlap的地方 我們得到了A1加1以後 現在要做中間是畫圖 A1是 group orbital裡面的 三個氫所在的位置 那 三個都把它加起來 這是 A1 那1呢 是degenerate的意思 是有兩個 這裡比較奇怪的地方是 如果你去做那個 做了這個 carry table裡面 會發現有兩個 NH是相同的 才叫做1 但如果去畫球的話 你可以畫得到 上面畫的這個球 跟上面這個球 非常不一樣 為什麼呢? 這三個球 下面是只有兩個球的 而這個部分的畫法呢 如果你是用 原來我們舊的方法去看的話 你不容易找出來 這個1的orbital 所以畫的方式是怎麼樣呢? 就是 這三個氫的orbital 要畫出來的時候 要畫出來的時候 如果是同像 那得到的那個先生 原來的第一個是A1的部分 如果是不同像的時候呢 要用截面的這個觀念 去畫出這個圖形來 在這個地方的話 是完全不像 所以沒有任何截面 所以你畫的時候呢 是0截面到1個截面 1個截面的時候呢 畫的方式是 第一個截面 這樣是一個截面 然後重的 這是一個截面 既然是截面 表示他們的圖形會不一樣 所以你這個地方呢 顏色就會不一樣 這截面呢 這既然是在截面上面 它這個就不會是有任何的原子 它就本身是沒有截面 而這個地方對現不過來 所以這樣 所以畫出來的圖形呢 是 這個圖和這個圖 這兩者 變成一個1 用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樣 用的方式跟截面的話就畫出來 如果你不是 那就要花很大的工具 去講Cyclic Table跟Cyclic Table 跟Cyclic Table 跟Cyclic Table 去怎麼樣 反正講起來是很複雜的節節的方式 那些方式 不太容易了解 所以我教各位畫圖的方式 就是 畫一個截面 這個截面 和第二個截面 一定是垂直的 然後這兩個 orbiton 或者這兩個代表的圖號 其實都是正交的 所以在數據上面 它兩者都是稍不短 它們的係數如果是相成起來的話 都是為零的 係數相成結合為零 畫的方式是 畫出一個截面 再畫出一個截面來 然後把它的顏色 兩邊的顏色呢 分別把它做成什麼一樣的顏色 好 那 這個是上面的這個圖形 下面這個圖形 那課本上面 沒有畫這個圖形 這是舊版的圖形 舊版裡面有告訴你 它們的carry table 怎麼樣算得出來 那這個我們有 時間的話 私下 或者下一次的時候 再給各位補充一下 但是重點是 我們現在畫出來的 這個group orbital 跟AO 要去在NH3 這個原分子上面 要去作用的時候 先要找出它對應的 這個 entity 相合的姿勢 1 1 是姿勢A1 跟A1是姿勢相合的 然後這幾個呢 就要去形成bonding OK 那注意到 在這個地方呢 好 A1 會形成bonding AOA1 基本上是nonbonding 因為是entity 5P的原部 因為差離ES太遠 OK 那它會繼續下降的原因呢 是因為後來畫完的東西呢 這個地方的2A1 會跟這個3A1 會產生一個 interaction 不對 講錯了 講錯了 N跟H Rs Es 它是有overland A1 形成overland OK A1跟A1 形成一個sigma跟pi的bonding sigma跟sigma star的bonding 那個pxpy 形成的是pi的interaction 不是喔 是形成sigma的interaction 我看 要看什麼樣的圖形 它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第一個是s軌域 跟全部的s軌域形成的這個 s軌域的淡 和s軌域的氫 所形成的sigma boundary 這邊是 Py跟Pz軌域形成的 這個pi boundary 這邊呢 pxpypz裡面 p...pz的部分是n1 然後px-py0 e 這個我怎麼會知道呢 就是看caractable如何判斷出來的 然後這裡面的1呢 會跟這邊的1 形成了bonding 然後 這個地方的pz 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在這邊的pz是A1的 在這邊也有一個A1 那麼兩者之間應該要形成interaction 而且能量非常的接近 可是它們卻不會形成任何interaction 而會形成一個non-bonding 這個呢bonding會跟A1 再做一個稍微下降一點 這個A1 為什麼沒有辦法形成bonding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overlap 好 各位看一下這個圖 在這個地方的這個 這叫什麼 蛋上面的pz的軌域 跟這個氫上面的這個軌域呢 今天呢 它們是 有什麼樣子的關係呢 如果我們把 各位都知道這個蛋 我們要是一個角形分子 那它實際上是非常接近平面的 OK 它如果是一個平面的形形的話 如果它是一個平面的形形的話 你這個pz 就沒有辦法跟它們產生overlap 為什麼 因為只要是平面的話 這個圓圈在這邊overlap的地方 會使得上下的地方的cancel掉 所以在pz而言的話 它沒有辦法跟它形成overlap 因此它是一個non-bonding 但是 因為它有一個角度 它這個角度是比120度小 比109度還要再小一點 104度左右 如果是這樣的角度的話 就表示說 它距離這個平面 稍微再往下一點點 畫起來 畫這個圓圈應該是這樣子 如果這個稍微往下一點 這個往下一點 這個往下一點 它就有可能跟pz的下面 有一點點interaction 如果有 那就表示它有一點bonding 所以它如果說是完全平面 它就應該直接就畫在這個地方高度 但是它有一點interaction 所以要下降 那 比較容易錯的地方是 這個一看到是A1跟A1 然後它就是很量力的強勁 一定會畫得一高一低 但是 這個地方是因為沒有overlap 它沒有辣形成bonding 所以它這個地方呢 直接就寫出一個non-bonding的character 所以這個pz 帶著pz 跟三個輕的s 這個是一個A1 orbital 但是它是一個non-bonding orbital 這是比較tricky的地方 因為它的 因為它的這個orbital的部分 是不能overlap 所以也有一定的 等等我們再回頭再講 這個morb 這個排列的部分 但我要講projection的部分 各位看一下 我看看課本這裡 好 所以我們用水座的例子 介紹一下 我們下一次上課的時候 把projection 講完 然後再介紹b3f 就把這個章節做結束 各位看一下自己课本上面的第153页 153页在152页的下方有的黑体字叫 Projection Operation Method 它这个部分是要叫我们求出MO里面的 Linear Combination的方法 所以我用预告方式 先给各位说明一下它是怎么样的 各位看一下153页 那你们回去如果读一下这个文章的话 就比较有利于我在里面影响的时候你们比较多了解 Projection Operator的意思是说把这个像NH3 把三个把那个主轴C3轴的主轴往下看 那三个轻呢 你用这个所有的Operation去运作一遍 各位看一下在153页中间的那个部分 它是拿HA也就是拿这个第一个轻去做运作 然后经过C3轴也会变成HB 经过C3轴再一次以后变成HC 那把每一个运作 单独运作 譬如两个C3就把它运作两次 而且是两次不一样 一次是C3Y 一个是C32 运作完毕后得到这个结果呢 去做Linear Combination 就可以得到下面的这一套 任何一个InReduce Prohibitation 会有一个组合 而这些组合就是这个MO 它的原子轨域的组合 那我们会用这个水跟Ammonia做一个例子 给各位看一下他们这个得出来的Linear Combination是什么 而结果答案呢 就会是在第151页的Table 5-4 这是水的第一到第六个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如果考题出来说水呢 请问一下水的六个分子轨域 它的原子轨域的Linear Combination是什么 答案就在第151页 可是你不能背下来 你要做 怎么做呢 做的方法是在第153页的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我们会在礼拜五的时候呢 给各位做一下介绍 剩下的部分你可以知道 我们已经讲到了CO2 讲到了水 然后这一件要求 我会介绍的是BF3 然后像这些比较复杂一点的Groop Orbital呢 有的时候都会用截面的方式去做 我会在BF3的时候 再给各位同学做一次例子 加持一下各位预降 BF3做完了以后 更复杂的例子 就是平面的 刻本在例子上面跟形式上都有 请各位今天开始就回去 开始做前面的部分的信息 好吧 在你们一种 就是说日收 谢谢各位 上课